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想其實這幾年其實像Netflix或HBO或Disney 都大舉的進軍台灣 那這一些國際型的大型傳統平台進台灣 的確給台灣的一些業者 無論是台灣的本地的OTD業者 或電視公司或戲院 都掀起了一個很大的媒體的革命 那我想在這一波國際型的這些 我們所謂的網路巨頭進軍台灣之際 台灣的業者應該要怎麼去因應 就我自己來看 其實台灣本地的OTD平台 如果要比經濟規模 當然無法跟這些國際型的列強去相提並論 但如果發展一些相對比較我們講niche 比較critical的一些小眾 分眾 試著台灣來發展的內容的平台 也許會是一個好的方法 比方說像台灣的嘎嘎烏拉拉 這家公司 他們是以發展所謂的跨性別為主的一個 統治議題的一個 他們做內容都非常精準 就只做這類型的內容 他就變成非常具有一個自己平台的特色 那這樣就也可以去回避掉 跟國際平台去比所謂大規模 這樣的一個製作的事情 所以可能就平台上的經營 台灣可能需要走出一些 屬於自己的路 稍微分重一點的 但至於其他對我來講 我覺得因為平台經濟 所謂大規模平台經濟 台灣的一般業者 在短期之內是很難去跟他相提並論 所以與其台灣去大量去 在規模上面去所謂去跟進 所謂的平台經濟這一塊的生態 不如我們其實是轉向去跟大型平台做高度的合作 而去發展所謂的IP經濟 就舉例來講 如果一個好的台劇 好的台灣內容 可以登上一個比方Netflix 像一個在全球200國家同時落地的一個平台的話 那其實不只我們可以獲取一個相對高額的製作費 或版權費 可能更有意義的是 我們可以把台灣一些好的一些藝人 好的創作者的內容 好的劇本 好的旅遊景點 好的食物 台灣自己自製的一些好的產品 都可以跟著串流平台 在全世界這麼多國家的一些發送 可以讓更多國家的人 了解到台灣一些好的文化 那更有意義的是 這些都可能會變成是一個好的商業行為 那所以我一直講的是 平台經濟當然是有很多大型的公司在後面操控 那台灣目前可能就現實上來講 很難有大型公司去相提並論 於是似乎大概就兩個解套方法 一個是你發展相對分眾的平台 要不就是你跟大型平台合作 而去發展另外一個屬於台灣比較深化的IP經濟 台灣是一個非常特別 也非常我們覺得驕傲的一個華語系的國家 我們有整個華語系國家裡面最好的美學素養 創作自由 言論自由 這些事情我覺得都不是其他 比我們大很多的國家可以取代的 那如果台灣真的是可以透過跟國際的結合 把台灣故事說好 把台灣特有的美學包裝好 那進軍到全世界其實有這麼多 這麼廣泛的華語國家去 我認為台灣其實我們真的講 台灣要透過這一波的文藝復興 我認為其實它並不是只是一個口號而已 我覺得這一次其實非常有趣的是 它其實結合了一些國際煤和攤位 它也有像比方說史多利交易所 這樣子一個很有創意很有趣的想法 那同時我們常常以前開玩笑說 台灣的內容產業在以前其實是有點各自為政 電影做電影的 電視做電視的 音樂館音樂的 表演藝術做表演藝術的 但這一次的TCCF我覺得可以說是台灣 透過文側面的一個策動 來做一個這幾十年來一個極大成的一個展覽 也就是把台灣這些內容產業 以前在不同分野的 不同領域的一些企業或公司 做了一個很好的統整 然後這個事情我覺得它其實帶來的意義是 它很有可能會重新激起 台灣本地企業投資人 重新對於投資台灣內容的一個熱情 那也對台灣的觀眾 對於台灣的一些原創內容的興趣 會燃起一個新的一個熱情 這個事情我覺得是非常難得的 同時我覺得 因為我自己有參與到今天上午的國際論壇 那我覺得也很難得 文春園我覺得它很夠力的 可以邀請到很多重量級國際級的講者 那這些講者都帶來不同一些 他們的國際視野來跟我們分享 比方今天上午有HBO 或是有韓國的Studio Dragon 那我覺得如果這個活動每年持續的搬下去的話 我覺得真的 我覺得我們一直在講台灣的內容產業的文藝復興 這個事情我覺得它可能就不會是口號 而會變成是一個我們可以期待的一個常態這樣